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文杰国波警 转会大臣已经到了第21集 在这里多谢大家对过去每一集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重溫过去的任何一集 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 今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就是和大家回顾一下 在英格兰足球市场里面 每一个阶段达到每一个指标 转会费纪录的一些球员 大家认识一下 希望大家会喜欢的 首先第一单年要说德甲 转会大臣罗马洛的报道 29岁的拜仁穆尼克中场球员 沙比萨已经转会成功 转头死敌多蒙特 转会费是1900万欧元 上个球队的下半季 大家知道沙比萨是外借过去曼联 为曼联赠18支 都入过三个球员 有一个助攻 根据天空体育的报道 转会费是1900万欧元 包含浮动条款 即是浮动的奖金 沙比萨两年之前 就以1500万欧元的身价 从RB来比石转头 拜仁穆尼克 不过拜仁穆尼克难以获取 一个恒常稳定正选上阵的位置 过去个人的感觉 在RB来比石时候的沙比萨 是一个转身 相当灵活 以及第一时间 作出一些长传的传送 是一个相当准成的球员 其实是一个有决策能力的球员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拜仁穆尼克 就浪费了他的 因为那个重心不给他 由他来负责一些派牌工作 就不会交到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发挥就受到限制 但是这个球员的作风 非常之勤勉的 希望这一类型勤勉作风的球员 冠军在望 杜耀塔Q 这就是个人的感觉 原来这一宗转会 也是拜仁和多蒙特之间的 第十五宗 彼此之间的转会 好了 马上出一出 今集的其中一位主角 再到肥造剧的大男主角 最佳的影帝 简直就是 莫巴比 没办法 连续几个夏季 焦点都要放在他身上 大家在昨晚我那集节目出了街后 其实同步 欧洲那边发放出来的足球讯息 就说 麦巴比 来自沙特的球会 希拉尔就出动到3亿欧元 我昨天那集都是说2亿而已 原来出动到3亿欧元 收购麦巴比 更加号称7亿欧元 跟你签一连 接着下一季 仍然被你自由身加盟皇马 当然 去到这里 是不是7亿欧元 我觉得大家就抱有一个 极度保留的态度 我认为是没什么可能的 就算几个禁 人傻钱多 钱也不是这样的 当然 你说如果出到2亿 或者3亿欧元 去收购麦巴比 对于巴黎圣人 以一客来说 一定是欢迎的 问题是 麦巴比可以不去的 大家要理解清楚一件事 我有合约在身上 你要我转会 我可以不转的 华智我黑李生 是不是 我就照着坐在那里 但万一如果真的去到7亿欧元的年薪的话 这个收入就对比 现在NBA 头十七位 最顶级的球星 那个薪资总额 的总和加上 都不够麦巴比一个这么多 这是传媒放出的消息 我就劝大家 都不需要如何实际去计计数 分享一下球迷的意见 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沙特阿拉伯联赛 钱多就是一切 他们其实都有很多问题存在 等待会我会说 但肯定一件事情 现在欧洲足球那边的记者 将麦巴比这宗新闻 却搞到变成娱乐新闻 他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之前艾纳斯这间球会 就是斯朗效力那间 因为这个 穆沙这位尼亚利亚的国脚 曾经在里斯特城转头过去 这个艾纳斯 说的是好几贵之前 当中就有些附加的奖金条款 包括上阵次数 入球的数字 足足就差了 区区48万英镑 但这条数字一直都未找清 给里斯特城 告上国际足协 结果国际足协下了个禁令 就是说 你不找清这条数字 给里斯特城 你就不需要再引入新球员了 我禁止你注册 区区这些小小钱 要拖你就拖你 沙特阿拉伯没有钱吗? 当然不是 当然 现在阿拉伯斯 当然是可以重启转会的动作 如果不是 你不允许斯朗和你交易都可以 是吧? 就是说笑而已 最主要就是说 不是无的放弃的 这个是因由 当然了 这个夏天里面 由于因为这麽大的动作 这麽轟动 而欧洲球团 向来都这麽实际的关系 你要增计 佐端卿达尊 马列斯 等等的球员 你当然要真金白银 给足转会费 这一关逃不过 但问题是球员 如果去到沙特阿拉伯 到时球员自己就贵客自理了 原来就是这样的 不过中东球坛 这些消息 都真的听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 如果输了球 那些油掌不开心的话 可能 几个月的工资 就拖欠着你 球队赢球 那些油掌不开心的话 不单止不会拖你量 提前预置几个月 去伸水给你都还可以 这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我没有办法去证实 是与不是的 更加讲到就是说 沙特联赛在足球史上 欠伸最严重 欠伸次数最多 打官司次数最多的 一个联赛 那这些究竟是 诬蔑人家 还是真实有感的情况呢 建基于欠李斯特城 那区区几十万磅 这件事情 就是欠了这么久 穆沙都离开了艾纳斯 都有一段时间 那真是很奇怪的 是否觉得 不喜欢给就可以不给呢 喜欢给的话 哇 整个地球都可以给你 那这个联赛 这位球迷也引用到 麦巴比的炒作事件 摆明就是拿一个 关注度而已 而另外 劳卡古 为什么经常都说 劳卡古 不肯去沙特阿拉伯呢 放弃沙特阿拉伯 六千万总计的一个 薪酬 而宁愿要去祖云达斯 拿九百万呢 就是如果他想去祖云达斯的话 他说 你觉得 劳卡古这样的年纪 他傻了吗 有钱都不赚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熟资到洞路 但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看的 如果真的这么明显的话 分分钟是没有资料出的 喂 其实就不会有那么多球员去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斯朗就已经成为了一个 先驱者了 由他先走 其实就相对地稳定很多 大家有斯朗看着 所以斯朗之前 队员赤尔达那场热身赛 给记者访问 他说他打开了 其他球星加盟沙特联赛 这个大门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对的 他应该承认的 好了 关于沙特的联赛 等一会儿 还有些资讯和大家分享 首先 转转镜头 去到这一宗 意甲的转会消息报道 转会大臣 罗马洛所说 亚特兰大即将会 签入这位 现年21岁的 来自艾美利亚的前锋球员 艾比利托尼 转会费 竟然高达2700万欧元 再加上300万欧元 的普通调款 再加上15%的二次转会分成 这位马里的小将 郭脚 应该来到亚特兰大 可能会顶替这位 就是 赫祖伦特 因为盛传他将会 转投去曼联 艾比利托尼 上年的夏天 从法国球会 兰斯转投去艾美利亚 当时是800万欧元的新价 上个球櫃在艾美利亚 上阵过22次 射入了7个球 以及2个助攻 比利托尼 身高有1.85米 有几个箭头 有六尺一寸高 从2020年开始 已经代表了 马里国家队上阵 至今都有15场的上阵记录 土耳其那边 加拉塔沙雷正式官方宣布 昨天我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尾了 现在官方宣布了 现年30岁的 科特迪亚 国脚前锋 韦肺特沙夏 正式以自由新钻会加盟 双方签计了一份 三年的合约 球员将会获得 233万欧元的签字费 再加上年薪 435万欧元 那几项数字 都得到官方的公布 不过 我想你听到这个数字 大家会立刻想想想 咦? 签字费又不是很高 都算了 年薪 似乎比大家想象之中 偏低 既然是这样的 水正宫又肯和它续约 那为什么它不留下在水正宫呢? 为什么要放弃英超呢? 或者应该有沙特的球会 愿意证它呢? 为什么它又不去如选择过去土超呢? 根据韦菲特沙下自己所说的 他就是说 听取杜奥巴 这些大师兄的意见 那杜奥巴 为什么要点它去效力土超呢? 实际说 之前那五个球贵 平均每个星期 在水晶工取得到的工资 都去到13万英镑 现在 折合435万欧元一年 实际上它在土超所取得的工资 周身就是7万2千英镑 周身对比 都差不多四成以上 那真是令人拗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不是急着要远离英格兰呢? 但是又不愿意去沙特阿拉伯呢? 好了,法甲竞女马赛 在2023年夏天的转会市场 都非常活跃的 目前的总投入 五弘已经超过了4千万欧元 引入了多位有实力 有经验的球员 大家儘管听听 江道比亚 延年30岁 防守中场800万欧元 就从马德里体育会加盟 洛迪 25岁的左閘球员 巴西球员 1300万欧元 也从马体育会转会加盟 奥巴美洋 34岁了 免签 从车路士转会加盟 没有透露过 薪金有多少 伊斯美纳沙雅 25岁的易峰 从屈福特转会加盟 他的转会费是2千万欧元 马赛 从欧冠第三轮资格赛 开始踢起 之后还要参加附加赛 才可以正式确立 进入欧冠的分组正赛 以下是一个比较令人遗憾的消息 就是前英格兰国家队 洛定咸森林 百明汉的出色前锋球员 杜利华法兰斯 就离开了我们 享年69岁 他有两大著名事件 第一宗是1979年的欧冠决赛 洛定咸森林一比零击败 来自瑞典的竞女马姆 当中的唯一一个入球 就是杜利华法兰斯顶入 另外一宗 他是英格兰球团上 第一位过百万英镑 转会费的球员 来的 分享一下小弟自己 开始接触足球的时间 正正也是七十年代尾 那些时候 当时除了看电视 每个星期一个钟 那些精华片段之外 就是靠看每日的报纸 但是这些报纸都隔天 另外都很有限的报导 另外一份就是来自 王干先生 王干先生的嘔心溺血 就是编辑了一本的足球杂志 英国足球画冊 当年是球迷手上的恩物 由于一份保鑑 由于一份了解英格兰足球的一本的圣经 我记得当中我买了棋 其中一版就是介绍到 布里华法兰斯的 正正就是拍着他 穿着英格兰国家队的球衣 那时的编排印刷就是黑白的 就说他是英格兰英国 就是第一个上百万英镑 每费的球员来的 所以令人更加印象深刻了 他给我的感觉 看过他在八二年世界杯的演出 是一位充满技巧的前锋 不过今集特别制作给大家看的 就是一些 英格兰足球史上 每个阶段里程 给哪些球员 达到哪个转会费 作为一个指标 有几位球员 我抽取出来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实说 就不是个人都认识的 不过知道一下 第一位 第一位出现的是 100英镑的这位球员 来自苏格兰的韦利高维斯 他有一位攻击球员 100英镑 从西保朗转投阿士东维拉 那个年份就是1893年 原来他转投维拉 都只是踢了一季 这一宗转会最后是怎样呢 1893到94的球季 他在阿士东维拉 上阵了22次 有四个入球 我们很难知道 他的表现很远不好了 100英镑 接着再上就是1000英镑 来自英格兰的攻击球员 就是艾化高文 他从新特兰 转投米道士保 1000英镑 时间就是1905年的2月份 这一宗转会 最后的效果是怎样呢 1905到1910 他效力米道士保的期间 一共上阵168场 就入了58个球 如果以现在的指标来看 就一般可以合格 好 接着一格 二十多年了 去到这位大位绩 这位英格兰球员 他是一位Inside Forward 那时年代的战术布阵 就有这个位置出现 即是赴峰的位置 从宝顿转投去阿仙奴 转会费是10647英镑 转会的时间就是1928年的10月份 这一宗转会相当成功 在1928到1934 一共为阿仙奴上阵的181场 射入了113个球 无论是上阵 以及入球率 都是相当之好的 最重要的是 阿仙奴在1931年 正式奠定了他们 可以说在英格兰球团 创造出第一个有王朝称号的一支球队 就是阿仙奴 30年代开始由查普曼先生所带领 大位职绝对是当中一个主力的成员 1928再隔 又隔了20多年 就是这位约翰查理斯 他是威尔斯籍的 同样也是攻击球员 以出任前锋 正前锋为主 当日他从列斯联 加盟二甲的祖云达斯 转会费是6万5千英镑 时间是1957年的4月份 转投了祖云达斯之后 这宗转会成不成功呢? 1957到1962年 效力祖云达斯期间 一共上阵了155场 入球有108个 如果单计入球率 就高到无语论比 应该是成功的 我记得读过 John查理斯的资料 他当时是一个 都是一个偶像派的球员 甚至是出过唱片 大家可以看看 是否能够来听听 接着的记录 年份比较接近 到了这位 曼联球迷 没有可能不认识他 丹尼士罗 就是苏格兰的中锋 当时他从衣甲的拖连路 回归到曼联 1962年的7月份 11万5千英镑 曼联就合力了很长时间 一来到就合力了11个球跪 一共上阵309场 射入了171个球 接着又隔了8年 有这位马田比德斯 是英格兰的中场球员 由韦斯咸转投到热次 转会费是20万英镑 1970年的3月份 这一中的转会是如何呢? 1970到1975球季 他效力热次期间 一共上阵189场 射入了46个球 不过隔了他的中场球员 我还没有太清晰他当时的表现是如何 但是有一个上20万英镑的转会 第一个就是他 另外一位22万英镑转会费的阿伦波尔 同样是来自英格兰的中场球员 就是由爱华顿 刚刚拿完联赛冠军的爱华顿 转投到阿仙奴 那时的年份是1971年的12月 大家看看这些转会 好像任何个月都转得会 这一宗转会在1971到76年期间 他为阿仙奴上阵177场 入球45个 当中有一个球柜 他在中场的表现相当出色 这个阿伦波尔 亦是入球的来源保证 不过整体上 如果大家读过足球的资讯历史 都会知道阿伦波尔效力 阿仙奴的期间 其实不是太开心 这一宗转会 阿仙奴是抱予一个厚望的 因为在1971年 拿到双料冠军之后 有些主力开始流失 被寄予厚望的阿伦波尔 可以填补阿仙奴的实力上的不足 但是很可惜 太过倚重他 但是他的表现 再加上伤患的关系 达不到别人最高的期望 因为他和上一位的马亭比特斯 就是1966年 英格典捧得世界杯冠军的主力 而当时阿伦波尔 1966年 其实他的年纪是相当小的 但是他的踢法 我可以很肯定和大家说 1966年的他 也绝对适合摆回现代 因为这位球员 短小精感 但是出球的频率高 出脚很快 跑动上落 亦是覆盖球场的范围 相当广泛的 如果你要现在用一位球员去比较 我会觉得他有点像 或者现在那位有点像他 就是意大利 国际米兰的中场球员巴利那 但是阿伦波尔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第一时间 偷出去的球员 那个速度感是相当高的 而阿伦波尔这位球星 亦都是在80年代初期 是来过香港的球会 东方效力过一段短时间 当然那时候 已经30多岁了 很多东西都退化了 接着这位 到了1977年的6月 就是奇运基锦 这位真是小弟 学人看球 最初期 在我心目中 一个名气最响亮的球员 英格兰的前锋 从利物浦转投去得甲的汉堡 50万英镑 他效力汉堡三个球季 1977到1980 前后为汉堡上阵过90场 入了32个球季 效力汉堡的阶段 连续三年入选德甲的最佳阵容 当汉堡1979年拿过联赛冠军 最重要是 78、79 这两个球季里面 是拿到金球奖的 当时我们叫做欧洲足球先生 现在金球奖就是 美斯和斯朗拿道经常拿那个 你可想而知 奇运基锦 一个英格兰球员 当时阮府被誉为 水平更加要高于英格兰的 德国联赛 仍然站得稳定 再拿上欧洲足球先生 再进入最佳阵容 他可以说 英格兰足球史上 其中一个代表的人物 最后要说的是 杜利华 法兰斯 英格兰的前锋 从百明汉 转投落定岩森林 实际他的新价 转会费是118万英镑 这个转会发生在1979年的2月份 结果他为洛定岩森林 这几个球季上阵 由79到81年 上阵了70场 入了28个球 今天另一个主题就是 赛鲁迪 赛鲁迪刚刚官方宣布了 这位来自光源FC的前锋球员 逆音叫做杨延俊 现年21岁 转会费是250万欧元 杨延俊 身高1米79 是右翼 不过位置上 踢左边和踢中路都行 赛鲁迪快手连锤 马上又官方宣布了 另一位韩国球员会加盟 那位是现年22岁 也是逆音 叫做权客贵 费用是100万欧元 权客贵是身高1米90 是一个中路球员 踢防中、中场、后场攻中 也是可以的 数一数目前赛鲁迪阵中 已经有五位日本球员 以及三位韩国球员 日本球员分别是 前田大燕、古桥亨吴、小林有希、 其手凌央 井手口阳介 现在都是属于赛鲁迪球员的身份 不过就外借回到日积的福岗、黄峰 至于韩国籍球员 之前就有吴延归 现在就再加上杨延峻 和权客贵 赛鲁迪现在就是斑顿、罗沙士执教 但是引入亚洲球员的喜好 近年来 一样是没有停止、没有改变过的 我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试炼场地 而对于赛鲁迪来说 当然 开发亚洲市场也是大有辟益 刚才我说过 还有关于沙特阿拉伯联赛的消息 就是这样的 沙特体育部为沙特联赛 批准到2030年 引入外国球星的资金 总计就是这个数字 170亿英镑 170亿英镑 玩到2030年 现在是2023年 我当你算是今年有8年的时间 所以过去我们所谓的认知 金元足球的那些世代 完全是打破了观念 继续一单 关于沙特阿拉伯联赛传会的消息 根据传会大臣罗马洛的报道 沙特四大豪门之一的希拉尔 即是说现在在针 麦巴比的那间 即将完成巴西球员马干的转会 他们就已经向 辛尼特这间俄超球队 就递交了一份5500万欧元的转会费 相当之高 5500万希拉尔之前都创造了 今个夏天 沙特的转会费是纪录的 就是收购狼队的老品利维斯 马干和希拉尔之间的 个人条款方面 亦都已经谈妥了 马干对于加盟希拉尔 都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能够拿到 1800万欧元的年薪 这位巴西易峰 都相当满意 马干现年是26岁 当然也是一位 年轻当打的球员 2018年以4100万欧元的转会费 转投去巴塞隆拿 不过 在巴塞隆拿的发挥 就真的未尽如人意 好像感觉到 他信心不太足够 因此 留了一年的时间 就加盟去辛尼特 当然 马干本身的技术底 是相当之高的 而且 他的速度也是好的 老实说 去到沙特阿拉伯联赛 就应该是够饮食 应该也不会受到 什么心理压力太大 去影响自己的演出 来自德甲的何分咸 宣布签入 25岁 来自菲伦巴 这位匈牙利中坚 就是沙拉尔 转会费也要到 1230万欧元 沙拉尔 匈牙利国脚身高1.92米 制空能力 对抗战亦相当之强大 看看可不可以大大强化到 何分咸的防线 这些球员真是 人家又有 德国现在就自己找不到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就到这里